樊经理 你这是要把我的人带到哪里去 总裁 这是安小暖他 他先剽窃了别人 别人的创意啊 你有何证据 我告诉你们 安小暖所做的都是由我亲自看着 至于他剽窃 他为什么要去剽窃 为什么会这样 别怕 我会查清楚的 我只给你们一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站出来 说出幕后指使人是谁 或许我会放过你 否则就别怪我不留情了 苏燕燕和樊玲听到 整个人都直发抖 好啊 都不应自容站出来是吧 既然这样 那么你们都给我收拾东西 滚出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不需要你们这样的 总裁 怎么样 都已经查清楚 安小姐画的图稿 只有总裁 安小姐和我知道 其余人不能看见 所以我就调查了这些天与安小姐来往最多的人 经过我的调查 苏燕燕跟李晴晴的嫌疑最大 总裁 总裁真的不是我 我虽然以前对小哥有误会 可是我随后都向他认错了的 叶明觉听到苏燕燕的解释 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只是转头看着李晴晴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知道 我解释也没什么用 但是我相信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来人 把苏燕燕送到警察局 告他泄露机密 是 小嫩 小嫩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要故意这样对你的 我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啊 求求你原谅我吧 苏燕燕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小嫩把你当好朋友 你去把她的东西给别人 对不起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要送我去警察局好不好 那你就离开这里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谢谢 谢谢 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叶明姐转头冷冷地看着梵林 还有你 千方百计刁难我的人 谁给你的胆子 总裁 我只是 只是对员工的 员工的管教 并不是刁难 哦 是吗 我的眼睛可还是好好的 每天使唤他去给你们买东西 我平常都不舍得使唤他 你倒是使唤得挺勤快的啊 总裁 我 闭嘴 我现在不想听你的解释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背后的人是谁 叶一 我记得梵经理的家是梵氏集团珠宝商吧 既然这样的话 恰巧我们公司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 那你就直接去收购了吧 是 总裁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请你不要收购我们家的公司 我给艾晓暖道歉 哼 晚了点 从你第一次对待我的人开始 你就已经被判了死刑